雨季到了 所以院子里的植物长得特别的茂盛 一个多月没捡了就感觉像闹鬼一样 所以今天就请了工人到我们家来整一整院子 我在青迈的小院子一个月没有修剪了 这花草就长得跟要闹鬼似的 今天请了工人到我家里来修剪花草 像我的院子剪剪花草差不多400台珠吧 也就是90元左右 一般一个月得剪一次 当然也可以自己打理 我们小区大部分的家庭都像我一样 是请工人过来打理院子 泰国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你想象中的种种花剪剪草的美好日子 想想就可以了 这太阳下晒五分钟就能种树 在泰国生活 很多地方是以前在杭州都没有接触过的 花园别墅种上几棵果树 再弄一块菜园过着田园般美好的生活 但是真的生活下来才发现 泰国的草长得是真快 而且打理花园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 花园里面植物茂盛吧 还容易长虫 以前家里全是草地 由于经常会有蜈蚣蚓出没 被我全铺成了底砖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我随便和工人聊聊天 原来他是从缅甸过来泰国打工的 一个月的收入有12000泰铢 差不多人民币2500元左右吧 除去租房和生活费 每个月能给缅甸的家里寄回去7000泰铢左右 缅甸的家里还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 他说他就是为了赚钱而来的 孩子老婆靠他寄会去的钱可以生活的很好了 泰国最大的工人群体都是这样的缅甸人 在泰国属于最底层人群 虽然收入不高 不过他们挺满足 一边听歌一边剪花 跟我说到老婆孩子的时候还挺开心的 我还挺喜欢这个小哥的生活态度的 他自己带着冰桶带着食物 工作一会儿就休息一下 和小伙伴有说有笑的聊着天吃吃东西 然后再接着干活 在杭州生活了太多时间 忽然间想换个城市重新开始生活 最开始到这里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很新鲜 我并不是觉得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 要说乡情 月亮还是故乡的圆 但是我有很多的想法 想着多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我喜欢和不同的人接触 和他们聊聊天 走出去 融入当地 我们就能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嗨 我是肖恩 关注我 咱们一起看世界